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很少介绍文学作品 可是我觉得这本书呢 它里面所谈的超越文学 其实大部分的文学作品都超越文学 我必须诚实的说 但因为它牵涉到一个人如何去面对自己的人生 然后去面对父母的人生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勇敢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希望能够谈这本书 在我们现场呢 是这本书的作者非常知名的评录 哈喽评录早 凤信尼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 评录当然其实写了太多太多的书了 我其实这几天 我当时就想说我要谈这本书 可是我在 我从昨天开始又觉得忐忑 我在想说我要怎么跟评录谈这本书 然后不会让他这个情绪太大的起伏 以至于没有办法谈这本书 我就是一直在犹豫这件事情 譬如其实你之前书写过很多人的人生 你去找了很多人的人生的资料 然后呢 包括像宋庆龄啦 邓丽君啦 这些知名的女性 然后接着你既要符合他的人生的客观经历 然后你要去从那些客观经历里头 去爬书他的内心的情绪变化 你非常细腻的去理解一个人 在面临重大人生变迁的过程当中 他做这个选择的时候 他内心可能的投射是什么 可是今天你要写的这本书 你要爬书的心理是你自己 所以这个书写一定有很大很大的不同 你要先讲这一段 一定是困难的 就是终于是要轮到自己 终于是看看我是怎么样一个人 怎么样变成今天的自己 所有的为什么 包括之前写那些书 一本一本书 其实为的也是更多了解我自己 多一些 所以终于到了这本书 对我来讲当然最困难 就是写的过程 以及包括写完了到底要不要发表 到底要不要出版 包括出版之后 所有心里的就是不知道别人怎么想 那当然既然出了也就面对 那最重要的是就是出版之后 每每每就还接到读者 读过之后会跟我讲 有一些感想 或者是也有一些对读者 自己的一些形式吧 就是一些很深层的感情被勾连起来 就那个连结当然也是写这本书 到现在就出版了之后 可能是对我最大的某个意义上 就是最大的就是所有的 也是慰藉 也是对个人 对作者个人的意义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你什么时候开始知道 你自己的身世的 然后又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要写这本书 因为你其实这中间磨则了很多年 很多年 对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然后起先的几年 就是要寻找 因为知道的也只是片段 中间还有很多的缝隙 包括我要寻找我的生母 就是我生母在哪里 那个也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终于把整个的碎片就放在一起 当然我找到的时候 我生母刚刚过世一年 所以找到了 而不能是找到她本人 就找到她的家庭 跟我的同母的姐姐跟弟弟们 就那个也有一段时间 然后一直都断断续续的写 甚至包括寻找的过程 以及知道的时间 以及终于把那个图像 如果说人生是个图像 拼在一起之后 重新再看 然后中间又经过我的养母的过世 所以那个对我来讲 也是很深刻的经验 以及再去重新看 就是包括 我也有觉得自己做得很不周全的地方 哇 你很折磨自己 一直要要求周全这件事情 是全世界的女性最折磨自己的一件事 对我就是也是油然 就是因为我跟我养母的感情 就是也是复杂 也是就是必然充满了很多的纠结 所以你总是在这种时候 特别在她过世前 我有机会好好陪她 然后过世之后再重新看 就是我跟我养母之间的关系 以及她 她的艰难吧 她非常非常困难的人生 就重新再看 然后再重新 某个意义上 就是几乎是拼接我的人生 那一切就是原先有些想不清楚的 也一点一滴的变得明白 就是原先就好像坐在一团迷雾里 就是很多时候其实是想不清楚的 然后逐渐的就是说的事情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都有了解释 当然也都有了意义 那对我自己来讲 也有了慰藉 就是你会觉得 其实这个是对自己的一种 也是一种安慰吧 也是一种 我喜欢讲滋润 就你好想明白 原来 原来都有道理 原来我就是这样长大的 我就是这样变成今天的我 其实这个爬梳的过程 虽然是平路的自我追寻 可是呢 为什么我会觉得它非常重要是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里头 也许不用到那么的戏剧化 可是呢 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 我们一定都会有一些些地方 会觉得好像有缺憾 有一些地方觉得 他如果不要这么做该多好 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 然后觉得家人可能没有那么理解我 或者家人他可以再做一些别的事情 那么如果我们愿意去面对 家人其实也面对艰难 我们去爬梳那个过程 我们能够愿意去面对这件事情 我们就会学会理解别人 而因为理解别人 我们就放下了很多的困惑或者是抱怨 或者是不满 然后从此之后 其实就可以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完满的自己 你说的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将心比心的话 如果我在譬如说我养母的位置 我不会比她做得更好 大概可能还比她做得更多的漏洞 更多的缺陷 更多的小心眼都可能 是这样看的话 其实就了解 原来她当时 第一个她也是没人好好爱过的孩子 然后又经过那么困难的时代 要经过这么多从头开始的过程 所以对她来讲 尤其可能她生命中的男人 某个意义对她还是不忠诚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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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女人或对任何女人来讲 这大概都是一生放不下的那种重担 尤其中间有不忠诚 某个意义上 其实就是背叛 背叛造成的伤害 我想如果是我 我不会比她更宽大吧 我不会比她更不在意吧 我不会 可能我不会比她更仁慈 等等等等 那所以这样看的话 那么还有什么话讲 当然就 就只是会 要说真的是会怪自己 反而是怪自己 你不能再怪自己了 我们这边一定要让大家知道一下 就是 评录 其实如果本来 过去如果大家从外 往你这边看 不了解这个内部的 成长的隐情 会觉得说 你应该是快快乐乐 长大的小孩 父亲是知名的学者 母亲其实也是高知识分子 所以父母都是高知识分子 然后呢 你是唯一的小孩 所以你本来 理论上来讲 你在一位大学教授 然后大学教授夫人 的唯一的小孩 这样的身份之下 理论上 大家觉得你应该快快乐乐 长大 可是你有一颗 极为敏感的心 这背后源自于 你从小就感受到 母亲不爱你 然后你不明白 为什么母亲不能爱你 那父亲都告诉你说 因为母亲比较任性啦 等等等等的 直到你父亲过世之后 突然有一天 你跟你母亲已经相依为命了 突然有一天 突然有一天吃着早餐 然后你母亲才突然让你知道 原来她不是你亲生母亲 原来她是你父亲 背叛她之后所生下的小孩 所以她要面对你 跟你要面对她 都变得更为困难 欢迎大家回到 酒吧新闻台 财经起床号 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馨 每周选书早起读书呢 为大家介绍的是 时报出版社所出版的 坦露的心 在我们现场的是 这本书的作者评录 那么他非常戏剧化的 这个人生呢 是他自己都没有想过的 然后都已经是两个子女 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的母亲 多年之后 就你的小孩都已经成年了之后 你的父亲过世之后 然后你已经把你母亲接到香港 那时候你在香港任职嘛 然后在你接到香港之后 然后突然在一个早上 你们两个人一起吃早餐 在阳台吃早餐 你跟你母亲都很浪漫 然后你突然 而且还是你母亲自己开的一个头 我猜想他那个时候 恐怕也有一个情绪是 很累积太久 他想要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所以他开的那个头也很戏剧化 说你没有怀疑过 你是不是以为你不是你父亲亲生的 所以如何如何如何 但你从小当然都没有怀疑过 我从小没有怀疑过 我不是我父亲生的 所以他当时讲的时候 当然那个讲的背景是因为 那时候我刚好去看我小孩 所以我离开他一个多礼拜 所以那一个多礼拜 他自己跟照顾他的外劳一起生活 所以我想他那一个多礼拜反复的想 因为那时候我父亲 因为我在香港任职的关系 我父亲希望能够 能够葬回中国大陆他的老家 所以始终骨灰放在台北 还没有安葬 因为你没有办法 对 你那时候没办法去大陆 对 所以那时候 我母亲总是觉得不安 所以当我回到香港 就从看我小孩回到香港的时候 他突然 你说的对 我想他也想了很久 然后当我父亲还在的时候 也许两个人保守一个秘密 反而比较容易 因为你不说我也不说 当剩下一个人的时候 就是他还是想说的 他还是想告诉我 也许当时他想的事告诉我之后 我会更加体会他 一路养育我多不容易 就是养育 就也许他是想要这样 你这样讲对 其实他的心情上 可能真是如此 可能我想 后来我想真是如此 因为他想告诉我说 我这样这种情形下 还把你养大 就是他想要告诉我的事 他多不容易 那当然那个时候 在树里有写 在坦路的心里有写 就是我们的感觉是岔开了 因为我一听到 我立刻想的是 那我是谁生的 那我的生母在哪里 所以我就急着去追这个答案 这个是我的养母 没想到的 他以为我会 我会更 我会更谢谢他 我会对他更 更好 因为坦白说 当然这是你隔了很久 你才体会到的 体会到的 你的存在 对你的养母来说 每一天都是折磨 是 这是后来 对 你才能感受到的 对 可是你知道 人要去理解别人 真的是很难 对 人真的要站在 别人的立场上去想 也真的很难 我觉得你母亲的想法 是合理的 就因为他日日的 这样折磨自己 然后呢 还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觉得你一定能够体会到 他日日的这一种折磨 可是对你来说 你只剩下了一个大问号 对 如果你不是我的亲生母亲 那我的亲生母亲是谁 是 对 而且我在那个时候 同时也想起 原来我小时候 我所感觉到的情绪 是因为 是因为真正的答案 就是 你很难真正疼爱我 所以一时 就是说 那个我的 白板千回 是是是 而且接下去 大概两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就 等于是 我的养母再不告诉我一点点 就是我生母的任何线索 那他讲完了之后后悔了 后悔了 他不 他 所以他就不告诉你任何 不告诉我任何的事情 他那时候最害怕失去你 是 他以为 就我想他以为说 我一旦找到了 生母 可能就会 抛弃他了 对 而他这样的情绪 恐怕你也很难感受到 因为他也不敢跟你这样说 他就表现出来的 就他的不安全感会 就是会更加的强势 那我心里就 就是每天都在 心里在祈求 就是你再多告诉我一点吧 让我总是知道 我的生母是 是活着 还是已经过世了 就是说 而且在世界的哪个地方呢 就是那个 那个心情的交集 而且我 我怎么算 我生母应该也不年轻了 也许我会心里想说 如果我生母还活着 那么 每过一天 我就少了一点 看到她的机会 如果我生母还活着 所以 我们当时那两年的情绪 是斗不在一起的 你们两个人在不同的 自我的一个 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量下面 然后共同生活 然后还必须 她的重点是放在 你不可以抛弃她 而你的重点放在 那我的生母是谁 对 所以你们 那恐怕 那恐怕多了很多的 冲突的可能性 潜在 因子 在 就是不安的活种 一直在那个地方 对 然后就是 就可能我生母 不是 我养母 会感觉到 我的冷淡 那我会感觉到 就是我们就回到 当我很小的时候 就是 那个强势 非常强势的母亲 什么都 什么都不理我 就是 就是那种 你要去讨好她 然后你觉得 好像没办法得到 很多的回应的 那个时候 对 而且她握着 所有的钥匙 就是我的感觉 是这样 就非常像 我 那种 完全 没有能力的 就是非常小的时候 的感觉 那当然这也是 后来就是 写这本书里面 就 就写的 尽量的 就是 就是回到 当时 就那 那两年间 我自己的心情 就是 我们怎么样 在一起生活 也是后来 我会觉得 最后悔的地方 就是那两年 后来看 我忘记了 她已经是 什么年纪的 的 老人家 那 我没有办法 用 对待 我真正心里 希望对待她的方式 去跟她相处 那一直到 又过了 又过了几年 一直到 我找到了 就是 生母的家庭 没有找到 生母 生母过世了 可找到 生母的家庭 然后一直到 然后我的 我的养母 也身体越来越老衰 就 更依赖你 更依赖我 就是 那时候 我才再有机会 就是再重新看 哇 那两年间 她也很折磨 她 她非常折磨 那我也怪我自己 说 我已经 所以这个 这个是我 非常回忽的部分 我刚评录做了一个 一个不好的示范 就不要再说 什么自己做得不够 什么等等的 我觉得 所有的人都 都有她脆弱的一面 这样子 你体谅了你母亲的脆弱 你也要体谅你自己的脆弱 我觉得这是 就 那个部分 只有那个部分 我觉得是 不要再去想她的 就是任何人都不要再去想说 自己做得不够这件事情 来折磨自己 也许写书是一个 也是一个方式 就是写出来 就是 我没有忘记 我做得不够 我也没有 真正 我也没有真正 放过我自己 可是 我会让她 不要拖着我 就是 我还是记得 如果我有机会 如果我能够 做一个 更有同理心的人的话 那个是 就是 也是 让我看到 自己不足的 那一面镜子 就这个对我 还是重要的 也许 也许 真的 这是写书的缘由 真正的缘由 但是也因为 你从小 就自己 很清楚的感受 就小孩子很敏感 就说 我是不是在一个 很完整的爱底下 长大的小孩 其实小孩子 自己知道 所以你其实 从小一直在 寻找母亲的爱 一直在渴求 她的爱 渴求母亲 也渴求父亲 因为我父亲 因为他父亲 我猜他心里 也是很矛盾 所以他会觉得 对不起我的养母 所以我父亲 他没有怕在你的母亲面前 对你太好 对 所以我感觉的家庭是 就是奇怪 三个个体 是 非常奇怪 想着不同的事 对 然后孩子 我小时候最大的感觉 就觉得自己很糊涂 就是个很迷糊的小孩 就可能这个 一直到现在 我有时候也是个 非常迷糊的人 说不定是有关的 可是这也就使得你成为一个 极为敏感的人 你知道其实我们在讲说 理解他人的痛苦这件事情 除了要有同理心之外 他要有一个特别敏感脆弱的心 他才能够理解别人的弱点 如果你没有那么特殊的敏感的心 你是没有办法理解他人的痛苦的 就算我 我同理你的状况应该很痛苦啦 等等的 但那个敏感度一定会有差距 所以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如果不是这么戏剧化的人生 也许不会养成你这么敏感的心 欢迎大家回到 酒吧新闻台 财经起床号 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鑫 我们先预告一下 下个礼拜 每周选书早起读书 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大好书屋所出版的 我这样告诉我女儿 写给女孩们的信 关于勇气 觉察自信的能量跟幸福的未来 所以 今天回到今天谈漏的心 我觉得评录示范了一个 不只是理解自己 我觉得你示范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过程 就那个过程去理解我们的父母 理解他人 这件事情 它既困难 但是如果你真的理解了 才能够真正的放下之后 然后体会别人的好 而你体会了别人的好之后 你就会知道你拥有多少的幸福 跟爱的能量在那边 你的戏剧化人生里头 其实你真的是可以控诉 然后气愤 就我们也看过有一些书写 就是以控诉为主的 你大可以这么做 但因为你没有这样想 所以你当然不是这样写的 你是让大家知道说 回想你的养母那么年轻 然后嫁给了你父亲 然后接着他就离开了 他最有情感支持的那个社群网络 就从大陆来到了台湾 他从此之后 没有大的一个情感支持的一个基础 只剩下你父亲 偏偏你父亲背叛了他 就是你要去体会那个过程本身 你要先放下自己 好难哦 他也只有这样 才能够放下 然后才能够放过自己 理解他们 理解尤其他们的时代 就是他们时代的不容易 加上在他们的年龄 我们也一样会做的各种 你说是愚蠢吧 或者是天真 或者是不负责任 我们很容易都想爸爸妈妈 比我们年纪大 我们都忘记了 在我十岁的时候 他也不过三十岁 在我十五岁的时候 他也不过三十五岁 我现在这个年纪 回头去想三十岁 三十五岁的人会做的事情 其实你就会知道说 他们也不过就是个年轻人 是 我们过去 就是我们总是用孩子的眼睛 看成人 所以他们 好像在我们心里 他们应该 不能犯错 不能犯错 他们应该有所有的优点 而且知道怎么样做父母 我想那个是 对 最大的误解 就是看到了这一层的误解 我们才能够就是 才能够真正看到 原来我们是怎么长大的 他们是怎么变老的 就是这个中间 就是那其中的了解 那其中的就是原谅 包括原谅自己 就是 尤其是小孩有时候 在考虑父母不爱自己的时候 常常会怀疑是自己不好 对 就是尤其对 包括我 我不是 我从小不是很有自信的小孩 就是说这个也是必然的 就是对自己的疑问吧 就是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不过我觉得你刚好跟你的两个小孩 你儿子跟你女儿 儿子是老大嘛 对 刚好形成强烈的对比 对啊 就是你虽然看似在一个完整家庭 然后是一个独生女 你看似如此 但因为你没有真正被完整的爱过 所以其实你敏感而没有自信 然后呢 你两个小孩就充分展现了那一个自信 勇气自信 对世界的充满了正能量 对 正能量 对 所以你 当然你很爱你儿子女儿 可是这里面 最难得的是看到那个祖孙琴 其实最爱你儿子的是你养母 而且你儿子充分的知道 你养母爱她 是全世界 她知道说你母亲最爱的 全世界最爱的人就是你儿子 你儿子展现了这种自信 是 就是这个是 如果说就是回头来看 就是我跟我养母之间的缘分千丝万缕 可是有什么是我会觉得 对我养母对我父亲来讲都非常重要的 其实就是这个 就是就是儿子 而且他那么贴心 他也贴心 他也敏感 可是他也就是充满了 就是随时可以让我母亲 对让我的养母觉得自己甚至回到一个小女孩的这种被宠爱的 就是同样的我儿子也宠爱她的那个外婆 就是所以这个可能是我给我父母之间 就那个缘分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就这个如果是一个礼物的话 也是我可以就让我父母亲觉得在他 尤其是在在不年轻的时候非常高兴的 包括在万年 就是有 那当然也因为这个联系 所以我的儿子 包括我女儿就也 每次在我最艰难的时候 会帮我做下一些我自己做不到的 决定 决定 给我很多力量 我觉得这个是就是 就也许是人生最值得的部分 嗯 你很艰难 我觉得你的养母也很艰难 其实如果我看到你养母跟你儿子之间的关系这么好 我当然多少也会怀疑说 就是我会想说 对于你母亲来讲 他这一辈子好像感觉没有真正的做母亲 是 一直到了你的儿子 对 他的全部的母爱也许就灌注在你儿子身上 是是 也因此就是就是他的人生 我养母的人生就是包括一直一直到最后 在他的病榻上等等 嗯 我儿子都是就是就是他的生命中间 非常非常重要的联系跟安慰 嗯 就一直到最后最后 所以这个是就是就是我在旁边看到 或是我在他们中间都会觉得非常 也可以对我自己交代的部分 就那个祖孙琴 嗯 那个 我在我在旁边或在中间都觉得就是人生因此 有了他就是不可言喻的意义 所以你看延续下一代这件事情 有的时候是一个 是一个很大自我的一个 那种礼物跟温润之所在 最后有哪些读者的回应 是有触动你特别感受的 嗯 其实真的是彼此触动 譬如书出版之后就有一些活动 那有的读者会跟我讲 看了书之后就想起了 或者是就可以说一些 或者是过来跟我说 就是他想起了他最不能够说的委屈 等等等等 就当我听到的时候 其实那一瞬间就是觉得啊 这个连结是最有意义的